晚上十点多,我刚回到家门口,还没来得及开门,就听到里面有人惊叫,不会吧,婷婷,你说你老公到现在都没碰过你。 说句实话,没有几个男人能见到徐婷婷的时候没反应的,娇小的身体凹凸有致,清秀的脸蛋精致可爱,还有那温婉的声音,以及似水的性子,简直就是标准的邻家小妹,爱。 滴滴的叹息声从房里传来,我一边感慨刘强的抱点天物,一边停下手上的动作,女人的私密八卦,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,我们聊这个,姐夫他不会忽然回来吧。 徐婷婷压着嗓子,而我,却早已把耳朵给贴在门上了,不会,老王他一般快十一点才回来。 在这笃定的语气下,徐婷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,其实不能完全怪他,也有我的一部分原因,姐,我有点害怕男人。 扑,徐姗姗吃笑,你都结婚一年多了,还会怕男人? 真的? 你别笑? 那好,我问你,你们在一起睡觉不? 不,不在一个被窝,那你们接过吻媒,亲过那么一两次,那牵手呢,这个总该没问题吧? 很少,我的天,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啊? 我老婆当时就震惊了,就连躲在门外的我,此时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,这不是相亲认识的吗? 徐婷婷解释,我当时想着,反正迟早是要嫁人,既然找不到情投意合的,那就找个条件好的,又喜欢我的,那真的是,哎,那我再问你,你想要那方面的事情吗? 随着屋里的沉默,站在门外的我,却是心中微动,满脑子都是裹着浴巾,躺在大床上的徐婷婷,那微湿的长发。 娇羞的脸蛋,以及从浴袍缝隙里散出来的,带着少女体香的淡淡热气,不行了。 要不是我担心动静太大会被人发现,真想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,王宇啊王宇,老婆的妹妹你也敢想,那可是你的小姨子啊。 嗯,只听屋里的徐婷婷轻哼了一声,我老婆便接着说道,结婚这么久了,都还能守身如玉,你俩是真的奇葩。 姐,那你呢? 我还行,在这方面,你姐夫倒是还不错,我有需求她基本上也都能满足,对了,正当我在门外偷笑的时候。 我老婆却是语气一转,说道,要不这样,你先跟你姐夫试试吧。 什么? 站在门外的我当时就震惊了,老婆平时看着挺保守的,没想到暗地里面居然这么大胆,不过话说回来,要是真的能跟小姨子发生点什么,那感觉简直,一想到那以你温婉的场景, 我便觉得心跳加速,嗓子发干,浑身上下都变得不自在了。 哎呀,姐,我都这样了,你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,我不是开玩笑,我是认真的。 说话间,老婆也压低了嗓子,女人不像男人,我们年纪越大,需求越大。 你现在是还能忍得住,但再过上几年,你总不能忍一辈子吧。 而且,这种事情拖得越久,你就憋得越难受,到时候你老公的需求越来越小,对你也越来越没兴趣,那你岂不是永远都得守活寡? 听我的,你就去找你姐夫去试试,反正都是自家人,我不介意的。 沉默,短暂的沉默。 在我焦急的等待下,李婷婷终于说话了,万一姐夫不同意,她的工作我会去做。 徐姗姗笃定说道,万一以后传出去,都是自己人,谁会在外边乱说? 也是,徐婷婷低声应了一声,应该算是默认了,于是门外的我心中狂喜,默认就是同意,李婷婷居然还真同意了。 一想到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场景,我全身上下都觉得有些发躁,恨不得立马开门冲进去,告诉他们我也同意。 当然,我的理智也告诉我,要是现在冲进去,那这是准黄,男人嘛,有时候还是要矜持一些的,于是站在门口的我便继续耐心等待,听着他们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话题,只是有些可惜。 有关那方面的事情,我老婆他们却没再提起,终于到了十点五时,也是平时回去的时间,我才摸出钥匙打开房门,装作有些意外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女人,老婆,我回来了。 咦,小姨子你怎么也在这? 我,李婷婷忽然有些脸红,她转过目光,娇沉着说道,怎么了? 不欢迎我来啊! 难能呢? 欢迎欢迎! 我笑呵呵地看着老婆,这是她也开口了,是我喊婷婷过来的,今天晚上,你睡书房,我跟婷婷睡主卧。 没问题,我连忙点头,那你先去洗澡,我们就先回房间了。 好,眼看着李婷婷进了主卧,走在后面的老婆,忽然身子一顿,转头看着我,你觉得婷婷好不好看? 啊,我身形一致,满脸尴尬,身上的邪火却是蹭蹭蹭地往上窜,什么意思? 难道这么快就要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了?不过,作为一个有理智的男人,我激荡的情绪还是很快平复下来,苦笑着说道,老婆,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?人家小姨子还在这呢? 就是啊,姐,你就别折腾姐夫了,当着我的面,她也不敢说啊。 啊,李婷婷的声音也悠悠传来,我老婆却是故意哼了一声,打趣道,你现在就开始心疼姐夫了。 啊,姐,你乱说什么呢? 李婷婷慌乱的声音中,我老婆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,便狠狠瞪了我一眼,看什么看,快去洗澡。 经历了这么一出时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就连洗澡的时候,都在想我老婆刚刚的那个问题,结婚这么多年,她都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。 现在冷不丁地来上这一出,难道是想要试探一下我的口风,想要知道我能不能接受李婷婷? 可是,作为一个女人,她就真的愿意把自己的老公让出来,分享给另一个女人,哪怕是她关系最近的妹妹。 呼,关掉热水,我对A镜子中的自己,重重地呼了一口气,要是再问我这个问题,我到底该怎么回答,是直接点,还是含蓄点,一夜难眠,直到第二天早上,当我从房里出来的时候,李婷婷就已经走了,我准备好早饭,正要出门上班,睡眼惺忪的老婆,才从房里出来。 你今天晚上加不加班?应该不加班吧,怎么了?我下意识地回了一句,婷婷的老公这两天都不在家,我就让她过来住了。 嗯,好,我压着逐渐翻起的心绪,轻轻点头,那你这两天就好好照顾照顾她,别冷落了人家。 知道,说完,便是许久的沉默,我穿好衣服出门,准备关门的时候,却见老婆还愣在那里,便问道,还有什么事情吗? 那个,我老婆先是有些纠结,然后又笑着问道,李婷婷好不好看? 竟然又是这个问题,我差点就要笑出声了,因为经历了一晚上的思考,我早就在心里准备好了答案,也还行吧。 我笑着上前,嘴唇碰了碰老婆的脸颊,说道,反正在我心里,你最好看。 托,老婆笑着把我推开,说道,外面喜欢李婷婷的男人多了去了,到你嘴里居然就只是还行。 王胜,你要求还是蛮高的吗?那不然怎么会来找你?就知道贫嘴。 老婆娇羞地刮了我一眼,说道,先去上班吧,晚上早点回来。 我还有事跟你讲,好,我一边关门,一边心脏狂跳,晚上有事跟我讲,该不会,晚上就打算摊牌了吧。 那这也太快了。 不过转念一想,这种事情还是要越快越好,毕竟时间一久, 谁知道老婆会不会忽然后悔,接下来的一整天,我都在公司里面魂不守舍,坐如针毡,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,便飞速关掉电脑,狂奔回家,晚上六点半,我老婆果然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了。 不止如此,平时很少下厨的她,竟然还破天荒地包了一锅大骨汤,王胜,你回来了呀。 来来来来,我跟你说个事。 老婆拉着我坐在沙发上,说道,你觉得婷婷怎么样? 符不符合你们男人的正常审美? 老婆你就别开玩笑了。 我正则说道,有你在,我哪有时间看别人啊? 哎,没事,老婆挥手,别的女人不能看,但是婷婷可以。 啊,见我惊讶,老婆忙说,婷婷是我的妹妹,虽然不是父母亲生的,但关系上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。 现在她遇到了点困难,所以我想让你帮帮忙。 什么困难? 就是,说到这,我老婆忽然卡住了,看得出来,她正在很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,就是她跟她老公之间的生活出了点问题。 出了什么问题? 就是那种问题啊。 哪种? 我故作疑惑,只见我老婆翘脸通红,趁怒着说道,就是那种不能往外说的问题。 王胜,你故意的吧,非得让我说那么直白。 这一下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了,沉默了片刻便问,那问题主要出在谁的身上。 主要还是你小姨子,她说自己比较怕男人,不敢让男人碰。 当然,她老公肯定也是有问题的。 老婆握着拳头,愤愤说道,身为一个大男人,就不知道要主动一点。 换作是我,面对这么个小娇妻,就算用墙,也一定要把她办了。 真是没出息。 哎,反正我妹妹的事情,你可得帮着想想办法。 咕咚,我尴尬地端起水杯,猛灌了一大口,苦笑说道,这种私事,我能有什么办法? 难道让我去找刘强好好聊聊? 不行。 我老婆连忙说道,要是让刘强知道婷婷在外面跟人说这个,那以后婷婷在面对她,岂不是更尴尬,更难办成? 那你要我怎么弄? 我打算让你靠近婷婷,接触婷婷,先帮她怕男人的问题给解决了,然后再让她去找刘强。 这,我沉思,她现在都住在我家里了,还不算接触。 这种程度的接触当然不够。 我老婆认真说道,我打算让你用男友或者老公的身份去亲密接触。 哎呀,就像平时我俩的那样。 这,哪样? 就是那样啊。 老婆说着,便凑过嘴巴,在我的耳后轻轻哇撒,蹭的一下,我身上的邪火顿时就起来了。 虽然只是个示范,老婆很快就把我给放开了,但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,这种形式的挑逗谁能受得了啊? 我红着脖子,嗓子干呀,真要做到这种程度,哎呀,王上。 见我说话结结巴巴的,我老婆便板着一张脸,你平时对我的时候不是很利落的吗?怎么现在这么婆婆妈妈的? 再说了,我一个女人都不介意,你一个大男人到底行不行啊? 哦,我若若回答,心里想的却是,这他妈当然行啊。 还有,我这只是一个示范,你在帮助婷婷的时候,可以更大胆一些。 老婆继续开口,我的心里更是意图,竟然还要更大胆。 我故作震惊,老婆便说道,反正不论如何,你都要帮婷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知道了吗? 哦,我口干舌燥地点了点头,另外,如果到时候你们实在把持不住了,做一些男女之事也是可以的。 但你们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,不要给我弄出别的事情。 说完,我老婆狠狠地瞪着我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男人心里的小心思,要不是给我妹帮忙,还能便宜你了。 哦,我脸上尬笑,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 终于,就在老婆准备去厨房的时候,我问道,这是李婷婷她同意了。 同意了?那你呢?你真就一点都不介意。 哎,毕竟是我妹。不过,老婆话音一顿,又认真说道,不过只许这次听清楚了没有。 哦,赶紧收拾一下,婷婷就要回来了。 做好晚饭,端菜上桌,我家的门铃也恰好响了,我打开房门,果然是李婷婷,只见她化着朴素的淡妆,衣着宽松。 浑身上下都散着青色又成熟的女人味道,从年纪上讲,二十三岁的她显然已经成熟,但是由于未经人事,所以在很多地方还是显得有些拘谨,见到是我来开门,李婷婷小脸一红,有些不敢看我,姐,姐夫,快进来,快进来。 我接过她手上的水果放在门口,转身就去给她拿鞋,而在这个时候,我老婆也从厨房里出来,是婷婷吧,快进来吃饭。 王胜,我马上有时要出去一趟,你把婷婷照顾好。 啊,你现在就出去,那哦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,换好鞋子的婷婷便愣了一下,连忙开口,于是老婆就解释,老同学聚会,说是还要畅开。 哎,我都说了不想去,但是推不掉。 王胜,你把婷婷给安排好,我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回来。 好,老婆放心。 我笑着保证,随后,我老婆就冲我眨了眨眼睛,对婷婷说道,婷婷你也是,把这当做自己家,不要见外。 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,或者有什么需求,直接跟我老公讲。 嗯,听到这话,婷婷抿着嘴巴。 低着脑袋,如同蚊子哼哼,而我老婆也适时关上房门,于是偌大的客厅里,此时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 一时间,场面显得有些尴尬,不过我也不是什么没见过场面的初歌,就走到桌前拉开椅子,别愣着了,先吃饭吧。 好,李婷婷点头,脱下外套放在沙发上,然后来到餐桌,坐在我对面。 姐夫,她拘谨地喊了一声,问道,我们吃饭。 对,先吃饭。 我故作自然地举起筷子,夹起桌子上的一片腰花,不得不说,我老婆为了婷婷,真的很下了一番功夫。 这满桌子的菜色,又是猪肝,又是腰子的,还有韭菜鸡杂羊肉汤,全部都是大补。 这样一搞,我心里便更有数了,偷偷瞅了一眼对面的李婷婷,见她对于桌上的菜色微微脸红,应该也是知道了什么。 果然,饭吃到一半,李婷婷便小声问道,姐夫,我姐,她有没有跟你说点什么呀? 说了?说了什么?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,微微一笑,放心吧,你姐都说了,她今晚不回来。 啊,她翘脸通红,犹豫着不敢说话,于是我直接问道, 我听你姐说,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交流不太顺利。 见我如此直白,李婷婷也不藏着掖着,干脆地点头,就是,我怕她碰我,怕她碰你。 我顿时笑了,都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,这有什么好怕的? 李婷婷闭口不言,我便继续说道,那你喜不喜欢她? 喜欢,想不想她碰你? 想,那为什么要怕? 就是,李婷婷咬着嘴唇。 颤抖说道,我就是有些不自在。 说完,又看着我,姐夫,你能不能帮我? 能,我真认真点头,然后苦笑,你姐都给我下了死命令了,说是一定要帮你治好。 说完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在她的手背上轻轻点了一下,哎呀。 刹那间,你听听就像是触电了一样,从桌子上面猛地跳了起来,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,躲在角落里面,窃窃地看着我,李婷婷。 我故作生气,你还要不要我帮你了? 我,我,李婷婷又惊又怕。 红红的眼眶泛起雾气,看她这个样子,我故作叹息,以退为进地说道,既然这样,那还是算了吧。 你先休息,我去收碗。 说完,我便强压着心里的悸动,真的去把碗筷给收拾起来,姐夫,我,此时,见我真的去干活了,站在角落中的李婷婷又咬牙说道,姐夫,对不起。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 我挥了挥手,心里的躁动又逐渐上冲,毕竟有些事情也不能强求。 倒是你,如果不想一辈子都这样的话,那就必须做出一些改变。 哪怕这件事情真的很难。 那,我该怎么办? 李婷婷的脸色有些落寞,然后又下定决心一般,咬牙切齿,姐夫,你把我绑起来吧。 什么? 我心中的火气再次挣腾,没想到一向保守的李婷婷,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 刹那间,我的身体微微颤抖,就连那燥热的呼吸都变得有些不利索了。 当真。 当真。 李婷婷用力点头,然后就到沙发上,然后就到我的婚房里面,从最里面的衣柜拿出了一根绳子,把我看得目瞪口呆。 弹力绳,黑色,橡胶织,这绳子怎么看,怎么都有些不正经啊。 不对,为什么我家会有这种绳子,是李婷婷提前准备的,又或者是我老婆提前准备的,还是说抛开李婷婷。 我老婆其实也早有了类似的想法,我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,虽说已经结婚了好几年,生活上的那点事情也做了不少次,但是说句实话,每次都是同样的人,每次都是同样的姿势,说不定那都是骗人的。 见我的目光有些疑惑,李婷婷连忙解释,这是我姐准备的,说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。 那现在,我声音沙哑,没想到话还没说完,李婷婷就颤抖说道,现在就是万不得已。 未了决心,李婷婷干脆地拿起皮绳,然后绕了个圈,把手腕给套了进去,姐夫,该你了。 好,我应了一声,大胆上前,此时,站在那的李婷婷已经开始打颤了,我才刚拿起绳子, 她就因为过于紧张,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,李婷婷,我话说在前面。 我小声说道,有些事情,在你去做之前,你会觉得很难,但是一旦你开始做了,才会发现,其实容易无比。 生活是这样,感情也是这样,所以接下来的事情,不论有多难受,你都一定要挺过去,知道了吗? 说完,我手上的绳子用力一拉,随后便在李婷婷的惊呼声中,把她给拽到怀里,下一秒,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李婷婷大惊失色,顿时就在我的怀里,用力地挣扎起来。 要不是我是个男人,力气大,再加上原本就有绳子拽着,恐怕还真就让她给跑出去了。 李婷婷,忍住。 我弟好。 啊,姐夫,不要,我求你。 姐夫,我不要了,你放开我。 不要进来,我不要,不行了,好难受。 一时间,一声又一声地呼喊响彻房间,然而我所做的事情,却仅仅是把李婷婷给捆了起来,然后推倒在床上,然后带着粗重的呼吸朝着她的脸颊凑了上去,那一晚上,李婷婷的声音一浪接着一浪,据说就连隔壁的邻居都能听到动静。 那天之后,原本还有些保守的李婷婷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,从小家碧玉的青春少女转变成了落落大方的成熟女人。 至于我,我还是那样的我,生活也还是那样的生活。 直到一周之后,我下班回家,发现老婆正坐在饭桌上等我,那时我刚进门,便已经察觉到空气中的氛围有些诡异,没有饭菜的香味,没有油烟机的响声,也没有开门迎接的熟悉身影。 王胜,你跟李婷婷的事情,我都已经知道了,过来签字吧。 看着放在桌上的那封离婚协议,我不由地皱起眉头,老婆,你这是,你出轨了。 我话还没说完,老婆便冷漠地吼道,王胜啊王胜,我真没想到,你平时看上去挺老实的,居然在背地里面敢对我的妹妹下手。 出轨,李婷婷,这都什么跟什么呀?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老婆,之前不是你说李婷婷害怕男人,要我帮忙,怎么,呵呵。 面前的老婆忽然笑了起来,王胜,你觉得你的这些鬼话会有人信吗? 我一个女人,会让我的男人跟别的女人上床? 我他妈神经病啊。 哈,秀气的小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,原本鲜艳的红色美甲更是显得猙獰无比,我老婆拿开手,一支娇小的录音笔赫然放在桌上,我告诉你王胜,你跟李婷婷之间的事情我已经录音下来了。 你也不要想着抢走证据,因为这份录音我也已经做好备份,要么离婚,静身出户。 要么就让我把这事情爆出去,到时候你不仅要离婚,面子上也更不好看。 离婚,静身出户,听到这话,我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,没想到这平时跟我恩恩爱爱的老婆居然在这件事情上是这么的果断。 所以,这就是你的真正目的,你故意设下圈套,让我跳起来,就是要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。 老婆,为什么? 我气得浑身颤抖,手里的拳头紧紧握起,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,让你非要这样对我。 因为你出轨了,我老婆得意地举起录音笔,一字一句地说道,因为你出轨了。 我根本就没有出轨,我甚至都没有真正碰她。 我大声嘶吼,结果我老婆却摁下了录音笔上的播放按钮,李婷婷,忍住。 那是我的低吼,啊。 姐夫,不要,我求你。 姐夫,我不要了,你放开我。 不要进来,我不要,不行了,好难受。 那是李婷婷的声音,播放结束,老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,现在,你还有什么好说的? 该死。 混蛋。 我一拳砸在桌上。 事到如今,不论我再怎么解释,恐怕都已经没用了,因为仅凭这段录音,就已经足以让人浮想联篇,一时之间,我有些沉默,更有些委屈。 我最后看了一眼遮住了几年的熟悉小窝,终于拿起桌上的签字笔,刷刷刷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直接从家里走了出去,李婷婷,你在哪? 刚一出单元门,我便打电话给李婷婷,王胜,正好,你来一下承熙派出所。 电话接通,李婷婷的声音很快传来,我的心里猛得一惊,承熙派出所,怎么就闹到派出所了? 难不成,被迫离婚还不算完,那边的李婷婷也想借机敲诈一笔。 刹那间,我满腔的怒火顿时上头,对电话那头吼道,李婷婷,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?那天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?你自己难道真的不清楚吗? 先是你姐,然后是你,我他妈怎么就这么倒霉? 我再说一遍,怒吼声中,电话那头的声音却相当平静,你过来派出所,把我们之间的事情都讲清楚。 包括我姐,此时,我的心里又是一顿这里婷婷说话的语气,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,不过话说回来,我平时跟她也没什么摩擦,她应该放不着用这种方式过来搞我吧。 毕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自身的清白还是蛮重要的,见我沉默在那,电话那头,李婷婷再次开口。 这一回,她的语气有些颤抖,声音里面更是带着哭腔,王胜,你不知道,我老公出轨了,出轨的对象是我姐,就当帮我一个忙,来承西派出所,帮我作证,刹那间,站在大街上的我如遭雷劈,身边的晚风更是显得凉嗖嗖的,原来是这样。 哈哈哈哈,竟然是这样,真是好得很啊。 在周围人看傻子一样的眼神中,我对一楼上的灯光大声狂笑,半小时后,在警察的带领下,我终于再次见到了李婷婷。 此时的她,已经满脸憔悴,整个人看上去,更是瘦了好几圈,直到我出现在门口,无精打采的她,才恢复了些许力气。 王胜,确认了我的身份,旁边的警察给我搬了把椅子,然后倒了杯热水,说道,接下来的问题请如实回答,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,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 说说吧,你跟李婷婷之间的事情,在警察的记录下,我把所有的事情圈盘拖出,然后便见警察拿出手机,放在桌上,点开播放,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,这个录音是怎么回事? 这个录音,我脸色羞红,然后就顺着声音,一段段解释,啊,姐夫,不要,我求你。 姐夫,我不要了,你放开我,为了解决问题,我把她捆了起来,不要进来,我不要,她不想去房间,不行了,好难受。 绳子太紧,她当时很难受,说完,我看着警察,认真说道,警察同志,我真的是清白的。 嗯,我知道,正当我有些忐忑的时候,坐在对面的警察微微点头,在李婷婷羞红的脸色下。 她缓缓说道,我们已经让负责此案的女同事带着李婷婷查过,身上的膜都还在,而且没有任何手术痕迹。 这直接说明,你们之间的事情是清白的。 现在李婷婷受到离婚威胁,其丈夫的证据就是这段录音,所以我们便顺着录音进行排查,这才发现你老婆和她的丈夫交往密切。 好了,王胜同志,李婷婷小姐。 坐在对面的警察收好笔录,站起来说道,这件案子我们会进行介入调停,请你们等待后续的消息吧。 有了警察的介入,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 首先,我跟我老婆的离婚协议直接成为一张废纸,并且由于她单方面出轨,所以被判决静身出户。 当然,完全静身是不可能的,在我老婆的苦苦哀求下,我还是因为往日的情分,象征性地给了二十万块钱。 算是把当初她带回来的彩礼,又给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,至于李婷婷,她的老公也因为出轨的事情,所以最后也落到了静身出户的下场。 不过跟我不一样的是,李婷婷的做法显然要更加解气,听说她老公离开的时候,连身上的衣服都给扒了不少。 理由是,这些衣服都是李婷婷给买的,属于她的财产,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,李婷婷便给我打了个电话去附近的小摊吃宵夜,王胜,你真的是个好人。 抓着啤酒的她刚一开口,就给我直接发了一张好人卡,正当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些遗憾的时候,只见她把面前的那罐啤酒一饮而尽,然后整了整衣服,对我伸手,你好,我叫李婷婷,很高兴能认识你。 谢谢大家。